大家好,这里是穷车几月,一个雷不开闲的频道 今天要讲一个孤儿成功战胜命运的故事 这位出生在叙利亚沙漠中的法国一万富豪阿利塔德 不知道自己的生日,悲惨的出生刚让他在叙利亚遭到同裁排挤 甚至在叙利亚毫无机会的他却成功扭转自己的命运 成为悲剧里走出来的一万富豪 甚至还获得欧巴马邀请到政治峰会发表演讲 因此,今天就让我们来看看他成功的故事吧 阿利塔德出生在叙利亚拉卡附近贝都英人的游牧部落 母亲因受玷污而生下他 阿利塔德才出生不久,母亲就不幸离世 而他的父亲虽然是部落里的领袖,但却遗弃了他 阿利塔德唯一的手足,也在幼年时遭虐待而亡 阿利塔德只好跟着祖母游牧 在1950-1960年代的叙利亚,身为游牧人口谁会去读书呢? 就连他的祖母都反对 不过阿利塔德去了,每天选在祖母睡醒前 偷溜出去,赤脚在沙漠里走一个小时去上课 他知道,如果不读书,他完全没有任何机会 因为父母的缘故,阿利塔德在贝都英人眼里形同孤儿 并且不断受到同财排挤,于是拼了命也得上课 所幸,费尽千辛万苦的阿利塔德 最后以拉卡区域第一名的成绩毕业 如愿以偿的在1967年获得离开叙利亚的机会 前往法国攻读大学 也是因为这样,他不得不为自己挑一个出生年份 1948年,刚到法国蒙比里埃时 阿利塔德不懂法语,也没有钱 暑假就到葡萄庄园打工换取生活费 每天只吃一餐,没有任何远大梦想 但靠着过往训练出来的坚韧与努力不懈 这位从叙利亚沙漠逃出来的年轻人 并没有被全新的环境打败 并且在1972年,从蒙比里埃大学毕业 取得物理和数学学士学位 接下来,他选择办公办读,继续升学 1976年,从巴黎第八大学 取得计算机科学博士学位 与法国公民身份 毕业后,阿利塔德便进入一间 专门做电脑的法商担任工程师 1980年时,阿利塔德偶然看到 阿布杂比国家石油公司增燃的资讯 出自于对中东地区充满发展愿景的想法 阿利塔德转入阿布杂比国家石油公司 IT部门担任工程师 而接下来的一次偶然机会 却让他意外踏上一万富豪的旅程 1985年,阿利塔德在妻子的故乡 法国南部福洛朗朗萨克度假时 一位邻居头楼 有一间硬价公司 硬不堪连年亏损正在求售 尽管阿利塔德并不了解 这个行业的实际运作 但就产品而言 他认为各个领域都需要用到硬价 从建筑、炼油厂到机场毫无例外 应该会很有市场 就凭这个直觉 他找了朋友阿尔可可一起 以接近银成本的价格 联合收购了这间拥有200名员工的公司 并承接了该公司过往的所有债务 阿利塔德接手后 随即创立法国阿利塔德集团 虽然过去从未开设公司 但阿利塔德却非常懂得经营 第一步就是先削减公司不必要的支出 降低公司亏损金额 并且引进奖金绩效制度来激励员工 同时还告诉员工 他将过去无年工作存的钱 全部投入阿利塔德集团的发展 让员工知道 他们是命运共同体 大家坐在同一艘船上 在上下一心的状况下 阿利塔德集团仅花不到一年 就由亏转赢 赚到一笔小钱 并且与西班牙及意大利设立分公司 当时一起收购的阿尔克克后来称说 阿利塔德从未谈过自己的野心到底有多大 但公司就这样不停不停的成长 并逐步开始收购其他企业 1989年 阿利塔德集团收购水泥搅拌机制造商 开始发展搅拌机 建筑工具等其他能吸引顾客的同产业产品 但90年代初期的经济衰退 却让阿利塔德集团尝到亏损之位 短短6个月内营收下滑25% 所幸阿利塔德在经济衰退前就预料到危机 预先裁员缩减人事成本 才成功避免倒闭 接下来阿利塔德持续扩大集团营业规模 于90年代中后期 靠着设立子公司与针对性收购 开始朝法国以外的欧洲地区发展 自2003年时 阿利塔德集团旗下已经拥有21家子公司 年营收达到1.3亿美元 这时他们进行了一场关键收购 把当时备收好评的德国竞争对手Practic纳入郎中 这次收购使得阿利塔德集团得以立足在整个欧洲 并开始涉入高毛利的助力服务 还找来专业的公关团队建立品牌知名度 接下来阿利塔德集团平均每年都会进行三次收购 吞并较小规模的竞争者 而他也以企业家的身份在国际打开知名度 并于2005年获颁法国荣誉军团骑士勋章 2006年阿利塔德集团再透过收购巴列奥公司 开始在比利时荷兰扎根 深化这些地区的银件设备租赁和工业服务承拦 至2015年时 阿利塔德集团市值已经突破10亿美元 在全球拥有170家子公司 营业额逾20亿美元 年利润达2亿美元 而拥有集团80%股份的阿利塔德 自然也近身1万富豪 并在同年荣获表彰优秀企业家的国际性奖项 安永企业家奖 同时还接受美国时任总统欧巴马邀请 前往在肯亚首都奈罗比举行的政治峰会上进行演讲 而接下来的阿利塔德集团仍不断扩大规模 从2005年到2007年陆续收购荷兰 法国、英国等地多家企业 整体规模成长3倍 并朝全球化发展 如今 阿利塔德在全球拼有4.2万名员工 西夏子公司数量超过200家 阿利塔德的身家也水涨船高 根据富比斯统计 他身家目前已经达34亿美元 但这位1万富豪却非常低调 鲜少受访 只有2005年得奖前后 有媒体得以贴近访问阿利塔德 一当时BBC记者所述 阿利塔德虽然低调、谦虚 但富豪该有的配备他也都有 他在蒙比里埃至少有两座豪宅 一座古色古香的英伦豪宅用来自助 门前停着蓝宝接你 后院有一座泳池 周围是以高墙环绕而成的花园 另一座豪宅则当作阿利塔德集团总部 是在田园之间 离自家走路只要几分钟路程 身为全球营建设备龙头之一的执行长 阿利塔德却连一名处理都没有 位于蒙比里埃的总部 甚至只有少少的25名员工 当记者问到集团成功的秘诀在哪时 阿利塔德回应 集团之所以能够不断扩大 恒大一部分得归功于扁平化的管理模式 他说 我很喜欢自由 也希望为我工作的人都能享受到自由 所以他没有助理 他也不太插手被收购的子公司发展 另外 阿利塔德除了是一名成功的企业家外 他还是一名作家兼橄榄球俱乐部老板 1990年 他出版自己的第一本小说 Badavi 并于2002年再版 2003年获奖 主要内容就是在写他自己 2014年受访时 阿利塔德曾经向媒体投楼 小说里面的内容 大部分都是真实故事 但与其说是在颂扬从贫穷到富裕的成功之路 倒不如说是在讲述一个人 身处两个世界之间的痛苦 而阿利塔德之所以会成为橄榄球俱乐部老板 并不是因为他喜欢这个头衔 也不是因为兴趣 单纯只是出自于 他想要为蒙比利埃多做一些事情 2011年 时任蒙比利埃市长 招上了阿利塔德 为当时成立29年 却面临财务困难的 埃罗橄榄球队解决危机 让属于这座城市的球队得以延续下去 尽管阿利塔德一生从未看过橄榄球比赛 也不懂规则 但他一听就答应了 掏出了约393万美元 解救埃罗橄榄球队的财务困难 还亲自出任俱乐部主席 清零每一场比赛 自己查翻账目 凡事亲力亲为 从成为俱乐部主席至今 阿利塔德已经自掏腰包2200万美元 来深化球队营运 除了自己的球队外 他在2018年时还承诺 在未来五年内 要向法国橄榄球国家队 资助将近4000万美元 而这一切 单纯都是出自于对法国的回馈而已 根据阿利塔德说法 在法国拥有橄榄球队 等于是拥有一项政治武器 多数政治人物会把你当成敌人 但阿利塔德说 他没有任何政治意图 他纯粹是想帮助这座城市 帮助法国 对他来说 当年能够来到法国 蒙蔽里埃就读大学 人生宛如获得第二次机会 现在他有能力了 也希望为别人带来第二次机会 让更多人有机会 可以反转自己的命运 好了 这一集的重生就到这里 对这个话题有兴趣的朋友 不妨在下面留言 聊聊你们的想法 如果喜欢我们的频道 记得订阅、赞好和分享 我们下一集再见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